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盘中最低来到9015下跌了61点 目前最低最新位置在9017 下跌了56点的幅度 而且指数跌560点看起来不多 蛮多股票最近都已经出现一个 比较大幅度的一个 拉回的一个急刹走势了 那这个部分 我想各位投资朋友 有看我们解盘节目 应该不会太过于意外 为什么行情这里会开始拉回呢 还记得在前天礼拜三 那天我都特别叮咛大家 最近很多人都说 哎呀外资连续买超台北股市 资金行情就绝对都还没有结束 但是我们提醒 你看到的是台面上 外资买集中市场 买了13天给你看了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在玩一个两手策略 左手大买现货股票给你看 右手偷偷在赎回ETF 这个是ETF台湾50的一个基金呢 之前他曾经买到最多 手中有42.6万张 结果呢最近他不用在市场上卖 收完盘之后 跑去跟基金公司 跑去跟元大来赎回 赎回到现在手上剩下多少 11.7万张 居然连期天下来赎回了超过30万张 换算金额已经超过200亿 那这种两手策略出来 一手买股票给你看 一手偷偷赎回ETF 我都叮咛大家 这里要特别谨慎小心 那也包括我会员朋友的操作 你可以看到这波 我们在今年以来 怎么样带着会员朋友 来做一个这个操作的 在1月份大盘指数那时候 还在7000多点的时候 都特别叮咛所有的会员朋友 告诉大家国际股市 那时候虽然道琼还在大跌 没事就跌个200多点 但是利空已经蹲化 台北股市技术面上来看 已经怎样 已经顺利地度过了末跌段 准备进入脱离了底部区之后 准备进入到出声段 所以都建议 还在观望的会员朋友 多头火速归队 趁着指数 还在10年线附近的时候 要拼大的 所以县隆老师 什么时候建议会员朋友 要拼大的 当时7000多点 对不对 甚至在520前 大家担心520魔咒 会不会跟2000年2008年 阿扁还有马英九当总统一样 新的总统上来 520之后就开始狂跌 那时候我都特别叮咛大家 会有520魔咒吗 要反市场操作 这一次大家都很害怕 有520魔咒 520过后一定会跌的时候 我当时还特别叮咛大家 这就是一个人气我取 也趁着那时候量 缩到600多亿的窒息量的时候 把握那个量小进场买股票的时刻 等着量大上来 就可以快乐数钞票 对不对 所以最近指数涨到9000点了 我们从7000多8000点 这样一路的布局 一路的买进上来 那我们也开始建议会员朋友 这里呢还要继续去追吗 我不会说为了做生意 告诉你买股票买股票天天买 我们在这里也都叮咛所有会员朋友 这是在7月25号那一天 那一天指数 道琼又继续涨了 台北股市跟进一度也拉升上去 创下了9085的新高 可是我们跟所有的会员朋友说 短线盘市这里从量的趋势 从指标的走向来看 仍然偏弱 上个礼拜就已经开始建议会员朋友 陆陆续续将一些短线的部位 有转弱讯号出来 先获利来落入带 收回资金 目前就稍安勿躁 近代转强的讯号来再度出现 我们再来做进场 也跟大家再三叮咛 等待这也是股市操作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现在大盘开始回档 我不知道投资朋友 你怎样去看待 很多人前几天还在拼命买 口口买的 现在很紧张了 可是我的很多会员朋友 这两天很多人都来续约 他来做升级 为什么呢 因为说真的跟着陷荣老师操作 很放心 低档的时候 陷荣老师会告诉大家 赶快买股票 低档进场买好 等到涨上来 现在又可以开始慢慢的来做调节 再等下一个出手机会 这样操作让他们很安心 所以愿意长长久久来跟走门 来继续续约继续来做升级 那当然这个部分 我们也都感谢 所有会员朋友的一个支持 未来我们仍然会秉持的同样的做法 当低档有这个机会 全力来做进攻 高档的时候要休息 我们也会提醒大家 那再来的行情 当然指数的部分会怎么走 我们待会再跟大家做说明 重点在这里 我还是强调 当指数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最要去注意的是什么 倒不是说指数接下来去猜猜看 会涨会跌 而是要去观察 里面盘面结构的变化 很多股票 其实在最近指数值是高档震荡 我们都叮咛 如果有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你要小心了 那最近很多股票就这样子 转弱讯号一出现 指数还在震荡的时候 大户已经出货 那现在股价就开始跌了 举个例子 这个月初7月1号 有投资朋友 打我们的coin专线进来 问软体股里面 尤其软体股里面的3293的星象 那时候我还特别叮咛 消息面虽然那时候说 今年有望赚一个股本的利多 但技术面上来看 要小心有大户在出货 要居高思维 结果你会发现 指数现在只是在高档震荡而已 那星象的股价 居然已经从280块半往下跌 跌到这个月的新低 跌到最低238块半 已经在这个月跌掉多少 42块多不见 指数高档震荡而已 你会发现好多股票 怎么最近一跌就这样子 可能这个一张赔掉4万块 都有可能 对不对 那再来包括了 像苹果供应链 还记得礼拜一 我还在节目当中 特别叮咛大家 报纸消息那一天说 iPhone 7在大降价 有利供应链的时候 你要特别小心 这个消息出来 我说这其实不是好事 看起来势力多 但其实你要去注意两件事 第一个它只代表说 就连苹果的iPhone 都需要靠降价来刺激买气 智慧手机的景气 真的已经从高峰开始要下滑了 第二个你要去想的是 苹果这个价格大幅度 减了100块美金 它会这么佛心自己吞下来 毛利率大减吗 不会 接下来就是要要求 零组件供应商 一定也会怎样 跟着要降价 砍订单 砍价格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都跟大家讲 看似利多其实利空 所以那天都叮咛大家 像TPK 很多头顾老师会告诉你 这股价低低的开始打底 买起来最安全 我还特别叮咛大家 这不叫底部 技术面上来看背后 你要去想融资大增 谁在卖 为何而卖 大户还在持续出货 还是要特别谨慎 小心避开 昨天苹果股价大涨的时候 我在节目当中 也在跟大家分析苹概股 我们刚才讲 苹果的股价上涨 掩盖不了iPhone的销售 已经零两季出现衰退的现象 这个事实掩盖不了 产业趋势下滑 决定股价方向 建议大家都还是要小心 那今天我们看到指数 为什么在跌 跌什么 其实指数跌57点 还是在9000点之上 但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天 苹概股礼拜一提醒大家 要小心的TPK 有没有在礼拜一 特别叮咛大家要小心 今天公布出来 第二季又再度大亏了7.28元 对不对 股价跳空大跌超过7% 跌到60块3 其实你会仔细一看就发现 哎呦TPK今天这样一根跌下来 等于你说 过去这一个礼拜 看到利多消息跑去买TPK的 看到苹果股价上涨去买TPK的 全部都套在里面了 可是你会发现现隆老师 都有先叮咛你 先要做比开 所以在这个阶段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提醒大家 你一定要去检视你手上的股票 到底在这里 有没有大户在出货 有没有转弱讯号出来 以后来业绩会不会持续下滑 景气是不是持续在衰退 股价相对弱势的 如果有我都建议大家 趁着最近指数在9000点附近 股价弱势股也会补涨 也会反弹的时候 找个机会来这个当中 先收回资金准备换股操作 那如果说你不晓得 你手上的股票 是不是有大户在出货 是不是转弱讯号出来 会不会像这个月初的这个星象 股价上跌了四十几块 会不会像TPK 哇动不动就一个大跌下去 让投资人又套牢在里面 我们都欢迎大家 利用我们的盘中免费 call in 专线 0800-868-365 或者是在收完盘 或是在假日时间 如果你是看到我们的重播节目的 也都没有关系 都欢迎利用我们的一个call in 专线 或是我们的咨询电话 留下您想问的股票 留下您的这个基本资料 县荣老师都会亲自来帮你做诊断 帮你来做解答 给大家这当中台北股市 你手上的股票不知道该如何操作 给你最专业的一个建议给您 好那在接下来 我们才能够帮助你 帮助你在股市当中要打赢胜仗 我们再三叮咛 重点不是要等着指数涨上去 看看你股票会不会涨 而是要去主动的做好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的动作 那什么叫太弱则强 也就在接下来的操作 我们要去找找什么 找那种不用靠大盘 自己就敢涨 甚至是大波段上涨的股票 那什么股票有这样的条件呢 当然最重要的 还是要有我所说的 产业面爆发性成长的商机 这个公司在这个产业里面 有竞争力 那这样的股票最近一档一档 又开始上来 我们待会来看 因为现在有一个线上的黄小姐 要call in进来 喂黄小姐电话怎么又断掉 没关系 他又这个资料有稍微留下来 我们有这当中记录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2409的 这个他要问的是友达 这一档股票 OK来看一下 当然这两天 友达有开一个说明会 放了蛮多的利多出来 虽然说第二季还是亏0.06元 但是本业已经转亏为盈 重点是公司董事长跟大家讲 现在面板的产能非常吃急 下半年忘记可以期待 而且现在警惕 哇是这个最近这几年来 最好的时刻 讲得蛮好的 可是呢还却发现到 昨天法说会利多出来之后 要去注意的是什么 我常常讲股价你要去注意的是 不是这个消息是利多还利空 而是背后大户利用这个利多在做什么 或是利用利空在做什么 那像柳达之前股价 已经先拉了一波上去 当昨天法说会公布利多 股价是开高 然后收在最低 然后它的量呢 又比前一天来的大 就变成一个空方量的结构出现 那这种空方量利多出来的一个结构出现 投资朋友可能就要比较谨慎小心 会不会又有大户利用利多 再做一个调节 在这里就要去注意一下 所以在这里我会建议 如果说手上黄小姐的友达 比较这个担心的话呢 不妨在这里找个机会点 可能如果股价最好能够竞速过高就没事 如果过不了的一个高点 13.35的话 那在这里就要去观察一下 是不是要开始考虑 准备换股操作 居高思维一下 那重点我还是强调 我们做股票都要懂得 掌握好结构 太弱则强 那强势股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一波持续建议 除了说叫你避开瓶盖股 叫你避开太阳能 锁定的新能源车 锁定的汽车安全配备的黑马股 一档接一档 包括像去年跟大家介绍 今年的代表作的一个 这个自身科 当时跟大家谈到自身科 它生产这个ABS 生产ESC 循迹防滑系统 里面关键零组件 是国内上市柜 唯一循迹防滑系统的供应商 那在当时还包括了 像涡轮增压引擎的高压棒谱 需求都在倍数增加 长线爆发力值得期待 趁着大户当时在进货 成本多少在60几块 都跟大家算过 特别会员当时都按照盘中指示 逢帝在做布局 这是当时的自身科 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示过 后来这波股价 就这样一个大波端上来 一路的买进 一路的加码 到上个礼拜 都还建议大家继续的抱着 对不对 到这个礼拜都还继续的抱着 现在已经涨到多少 这个礼拜最高 已经涨到129块 从64 65 66这样一路买进 涨了65块已经达成 百分之百大获全胜的目标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这波代表作 我们就先不谈 再来看到很多好股票 最近真的不靠大盘 自己就上来了 再举个例子来看 看到这里面 这当中 除了说前几天跟大家讲的IET 这个月初也都还有102块附近可以买 除完全除完息 前完全填完息 股价又涨到113块 如果还原全值 配股0.5元 配息1.999元 还原回去 现在也涨到120块6了 再来看到 今天还有很多股票 都开始加温上来 包括像这个 之前带会员朋友锁定 新能源车里面的姓黑马 当时还记得我们跟他谈到 新能源车 现在在中国大陆积极推动 关键的基础建设 充电站 充电站的部分 也看到像福建 像北京都发布了计划 准备大举来做扩建 社会指标股 我们当时锁定2360的一个制茂 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冲换电站市场 布局多年之后 受惠于中国现在正在加强 新能源车的一个汽车补贴 Tesla也打入到中国市场 带动冲换电站的需求大幅度成长 业绩开始大幅度成长了 技术面也有大幅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有机会成为下一个新世代汽车的黑马股 这是当时的自贸 可以看到再度建议会员朋友 低档这个地方来做布局 因为我们发现有大幅在进货了 有转强讯号出来了 那今天大盘指数在拉回 我们来看到自贸的股价 反而在早盘是一个大涨上去 对不对 跳空急拉 为什么原来第二季财报又大幅度成长 股价已经涨到今天最高83块半了 当然这个部分我都叮咛大家 不是叫你去追 强势股急涨不要追 要买而是等到拉回再来买 那我们只是告诉大家 其实这里很明显就看得出来 当你手上抱着产业趋势在下滑的 像苹果供应链的股票 结果越套越深 越套越深 反弹一下你就想去加码 你好像越贪越贫的时候 你再来看看我们的新能源车 一档接一档的是不是就这样上来 所以再三叮咛大家从产业面跟技术面来看 Tesla供应链已经取代了苹果供应链 飞特阵营取代了飞瓶阵营 新能源车 汽车安全 智慧车联网 取代智慧手机平板电脑 成为台湾科技股未来三到五年 最不容忽视的强势主流 如果你现在做股票还没有赚到钱 最重要不是抱着你手上的股票 等等看会不会解套 你要主动的去做好调整 太弱则强的动作 用最强的股票才能帮助你赚回来 弱势股你只可能这当中 越爆越超越牢 这个地方我们在未来强势股 都持续锁定在 包括美国车辆全面安装自动刹车系统 带动的ADS的商机 包括Tesla现在预估 两年后都要创造一年200亿美金的营收 50亿美金的净利的时候 带动相关零组件的部分 这个部分商机在未来都是爆发性成长 如果说投资朋友 您认同我们的操作理念 您也想要掌握包括像智升科 包括像这个IET 包括像智茂这样子的好股票 一档一档低档布局 大波段获利的话 我们都提醒大家 想掌握新世代汽车商机 大波段获利良机 极品操盘团队是你唯一选择 那为了要帮助更多投资朋友 能够掌握这波新世代汽车商机 也庆祝我们的智升科 百分之百大获全胜 下个月感恩父亲节要到了 特别也帮大家规划一个感恩回馈的专案 详细的内容 欢迎大家休息时间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络 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陈通头顾高老师 庆祝父亲节 八万八大回馈 庆祝父亲节 八万八大回馈 请你立即拨打 恰讯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通头顾高老师 集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02 2752 5868 02 2752 5868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陈通头顾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待进一定待出 陈通头顾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过力 独往福利 陈通头顾 值得托付 0R 2752 5868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好 指数目前就继续的拉回 最近位置来到9008 下跌了68点的一个幅度 面临9000点保卫战 当然9000点能不能够守得住 我还是提醒大家 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你要去检视你手上股票 好多股票这阵子 已经有大户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了 如果你还不晓得 你会发现 指数只是在高档震荡 你可能你手上的股票 怎么不小心就跌下去 这时候都要去好好来做检视 你手上股票 是不是有大户来做出货 有没有转弱讯号出来 如果你不知道 你手上股票 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我们都欢迎大家立我们的盘中免费Coin专线 0800-868-365 或是收完盘之后 你手上股票 也都欢迎大家 在我们的这个 立我们的咨询专线 留下您的基本资料 留下您想问的股票 我都会亲自来帮您做诊断 来给您一个回复 那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 指数回档 其实我们最近都是在等 等着这当中拉回之后 好股票要来做出手 我们上个礼拜都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减码收回资金 等待的就是拉回布局的机会 那接下来我们也不是随便买 继续坚持锁定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找出具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一旦大户再度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 我们就会来锁定 那为什么要去找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找出具有竞争力的公司 为什么持续这一波 我们现在这个持续锁定在汽车电子 很多人都问我 这样风险会不会太大 只买这个 其实在我来看 如果你把你的钱到处去乱买 一下子太阳能涨 也去买一下 一下子这个生计股涨 要去买一下 一下子什么VR AR涨 也要去跟人家这个吵吵看 那到处去乱枪打鸟 那个才是风险最大的事情 现龙老师做股票 在我来看 就是要找把你的资金 放在未来产业 最有爆发性成长的产业当中 找到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只要你不是在几涨上去大涨创新高才去乱追 逢低懂得低档布局 其实风险都很小 而且重点是未来获利很可观 因为这样的公司是最有机会 在它EPS未来大幅度倍增 而当本利比一家公司长期不变的情况之下 当EPS能够倍数成长 股价往往就可以领先倍数来做上涨 这是小学的数学公式 对不对 而且事实上就是如此 就像我们去年推荐的资金 50几块推荐给大家 当它第一季季报公布出来 大赚2块钱的时候 去年全年才赚3块9 一季就赚2块 全年可以赚8块 那你看到这数字 你跳进去买 买在100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股价早就先涨一倍了 对不对 包括IET 这也是这波的代表作之一 我们就先不多说 包括了这一波以来 除了这个当中 资金之外 包括智升科 不也是这样子 第一档带着会员朋友 来做锁定 60几块开始来做买进 对不对 掌握到它的一个 循迹防滑系统 涡轮增压系统 里面的关键零组件 高压磅普 需求都在倍数增加 那股价就从60几块翻上来 这个礼拜最高涨到129块 是不是又再创一个 倍数的一个获利了 这就是我们在帮货员朋友 一再在做的一件事情 用正确的方法 在股市当中 一档接一档 找出像这样的黑马股 帮助会员朋友 能够大波段的一个获利 再接下来就持续锁定带 当美国车辆要全面安装 自动刹车系统 带动ADAS的市场规模 去年大概30亿美金 2025年将升级到 960亿美金 2035年扩增到 2900亿美金 一个市场正在 10倍速的成长 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现在都已经积极在研发 抢占商机 当然我们没有那个本事 自己去开一家公司来生产 ADAS这种东西 可是我们就可以从里面 去找出来 谁有关键的技术 谁有里面的竞争力 未来业绩有大幅度成长机会 来做卡位 那这就是我们做股票 投资的方式 除了智升科 这样大赚上来 包括明泰 不也是这样 又是一个大波段 包括了企机 73块多推荐给大家 现在也涨到80几块多 也是一个波段上来了 IET不也是这样涨到113块 还原权值120块 这也差不多两成了 对不对 包括新能源车的致贸 最近也创下新高 这些股票我都叮嚀大家 强势股 你不要等创新高才去乱追 那也容易套牢 要买等拉回可以买 我们会带大家买 新黑马 新能源车的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也在低档 持续在准备布局当中 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操作理念 你也想要掌握新世代汽车 大波段获利良机的话 为了要帮助更多投资朋友 父亲节要到了 也庆祝我们这波 自身科百分之百大获全胜 感恩回馈 88专案的一个机会 详细内容我们都欢迎大家 休息时间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络 加入极品操盘团队行列 一起掌握新世代汽车商机 大波段获利良机 好好把握 我们下礼拜见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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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